看似风光无限的古代驸马 你知道有多惨吗 表面看起来有权于是 背地里却毫无尊严 结婚前更是要听从公主的摆布 与失婚宫女受尽百般侮辱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 成为驸马是天大的喜事 既获得了权势又有美人相伴 可谓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但历史上的案例却统统显示 成为了驸马 那你就要小心了 要是没点本事丢掉小命 那都是轻的 那为什么驸马都如此惨呢 这就要从秦始皇说起了 当时秦始皇外出巡游时 因为常常遇到刺杀 于是就想了一招妙计 巡游时多派几辆车 多安排几个提身 用来迷惑刺客 之后这个方法被历代帝王所用 但是这提身的人选 可不能是一般人 于是驸马就应运而来 不过那时候的驸马人选 大多都是从富贵人家选出 哪怕是在之后的巡游中意外死亡 也不过是个牺牲品 先不起什么风浪 不过那时候的驸马 还叫做驸马都尉 但这人选 也不知谁都能当的 选人的条件很是苛刻 第一点 年龄要在14岁到16岁之间 并且还要身强体壮 第二点 家里条件不能差 从小要接受良好的教育 心理素质要好 只有以上条件都满足了 最有意义的环节才会到来 当时由于都是父母之命 没输我之约 所以双方都不了解 于是就容易出大问题 例如明朝的永宁公主 当时嫁给了父上的儿子 但没想到的是 这个公子哥 竟是一个病秧子 在洞房一个月后 就撒手了人间 连个子嗣都没留下 从此之后 皇家为了公主的幸福 就从宫女里 宣霸出一批人 当成失婚格格 当时的格格分为两种 他们分别为皇子和公主服务 为皇子服务的 主要指导婚前程序和实战教导 以防在洞房花珠时不知所措 根据文献记载 司马炎的儿子司马忠 因为天生吃傻 于是在大婚前几日 司马炎就亲自带着宫女 指导傻儿子如何做 但没想到的是 这个宫女却意外怀孕 并且诞下了一子 她虽然为皇家做出了贡献 但极难获得名胜 下场也很是凄惨 只能在宫中孤独终老 而公主的失婚格格 如果发生这种事 下场可更是残忍 要知道 公主这个称呼 可不是白叫的 大多数的公主 因为从小就生活在 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日子里 所以都很刁蛮任性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 到底会发生什么悲惨的事情 古时的驸马 到底有多凄惨 他们毫无脸面 整日卑躬屈膝 尊严被踩在脚下 婚前更是要与宫女试婚 来测试其能力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背后的故事 古时的驸马 婚前都要与失婚宫女同住几日 如果失婚宫女觉得满意 就会向上提交一份详细的汇报 测试的内容分别为 人品和身心健康 以及某方面的能力 这里的话 懂得都懂 就不细说了 不过 听说这些宫女都未经人事 判断是否准确也不清楚 所以驸马也不用担心被刷下去 失婚宫女的作用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但是如果这个宫女怀孕了 那么下场可是会非常悲惨 而公主的脾气通常可都不好 她都没有怀孕到 你一个小小的宫女竟然怀了 后果可想而知 而公主正式结婚后 失婚宫女都会陪嫁过来 成为妾室 虽然宫女是逢妾的 但是地位甚至还不如之前 别看已经跟驸马发生了关系 但公主的话却不敢不听 毕竟就连驸马都要听她 让她往东就不敢往西 但驸马如果没有通过失婚 宫女的检测 两人没有结婚 那么宫女的下场就更惨了 这时的宫女 已经不再是未经人事之人 所以最后的归宿 只能请求驸马收留他们 或是被赶出皇宫 重新寻找婆家 可这时的他们 在那个封建时代想要嫁出去 根本就不可能 但如果驸马接纳了他们 必然会联想到 就是他们缴还了我跟公主的婚事 之后肯定会心生不满 对这些宫女采取报复措施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 失婚宫女的命运深不由己 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最后的下场都十分凄惨 而驸马的出现 就跟失婚宫女一样 从头到脚 任人摆布 没有任何的发言权 所以迄今为止 这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因此成了很多文人笔墨下 抨击的对象 这可能也是因为 失婚宫女最后存在的时代是清朝 与现代很是接近 而以上只是失婚宫女和驸马婚前 任由公主摆弄的凄惨经历 可这些与接下来要提到的这位 不过就是小孩玩闹 这一位就连沉迷每次的武则天 也自愧不如 她就是南北朝时期的山鹰公主 身为皇族第一美人 却生性放荡 坐拥三十多位面首 更是逼迫辜负与其发生关系 古代驸马合集 看似逢光无限 实则憋屈不已 头顶至少三十片津青草原 接下来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她的悲惨人生 何其出生在名门望族 是南朝有名的美男子 但奈何取了历史上 荒淫无度的山鹰公主刘楚玉 从此焦头烂额 山鹰公主身为当时第一美人 却生性放荡 更因为不满足只有一个丈夫 就找到当时的废弟表达不公 明明都是父亲的骨肉 为何弟弟你有家里三千 我却只能独守一人 原本以为这件事会毫无结果 但是万万没想到 废弟刘子叶竟然觉得十分有道理 于是赐给了他三十面手 和一只百人大队 之后山鹰公主就带着大部队回府了 而何吉虽然看在眼中 却没有任何办法 于是就只能看着妻子 没完语不同的人夜夜升格 而他如果敢有任何反对的话 很容易招致杀身之火 料想当初 山鹰公主虽然雕蛮任性 但身材火辣 长相迷人 于是就许给了当时的第一美男子何吉 何吉不仅长相好看 还精通诗文 可以说是一个才子 当时人们都说 这两人乃是天作之合 而婚后的生活 也确实如所有人想的那般 两人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但万万没想到 短短几个月后 山鹰公主的本性就暴露了出来 但因为当时父亲还在位 他还能克制自己 可在飞地刘子叶登基之后 他的本性就爆发了 于是就有了上面的一幕 但是之后万万没想到 山鹰公主居然为了追求新鲜感 刺激感 竟然没完与弟弟刘子叶同窗而眠 但更让人感到震惊是 山鹰公主竟然毫无底线 经想与姑父发生关系 她的姑父楚渊 当时也是位有名的美男子 而山鹰公主为了让楚渊陪自己 竟然让刘子叶下旨 命令楚渊到自己府邸居住时日 楚渊不敢抗命便就去了 这时日里山鹰公主使尽百般诱惑 可楚渊就是不为所动 眼看时日之期将到 她便打算霸王云上宫 可楚渊竟然以死相逼 眼看没有办法 山鹰公主才打算放过她 但有意思的是 这时日中 何极对楚渊很是钦佩 于是二人就成为了好朋友 而之后 山鹰公主与刘子叶 更是做出了比这丧心病狂的事情 当时他们为了找新的乐子 就宴请所有宗室王妃与君主到皇宫来 当时这场宴会颠覆了所有人的三观 山鹰公主先是让宫女给所有人打扮的花枝招展 于是在他们都进入宫殿后 刘子叶便下令关闭所有门窗 然后放出了一百多名服药的士兵 但这两人看到这种情形后 竟然仰天大笑 这又不是丧心病狂是什么 之后这些女子大部分都疯了 而那批士兵也都被当场处死 本期视频结束 大家下次再见